- 大家不要緊,現在要說一下偷渡,剛才台洋說過這個偷渡問題 香港人現在就從香港偷渡到內地 好像西門子敬說,祖國發展得真是快 這些其實是拆錯鞋子,你知道嗎? 這些真的是拆錯鞋子 為什麼那些人會偷渡上去呢?有一部分當然是沒有證件 證件過了期,還有有些人要避免強檢或隔離十多天 事實就是這樣的,如果大家記得疫情的時候 上年或前年都好,香港都是不斷有大非人欲速遞的 是啊,他上岸的時候就被人拘捕了 其實有一部分是拘捕不到的 你要預算是有一架拘捕了,其實還有七、八架是拘捕不到的 拘捕不到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一向都是有成功闖關的 其實香港一向都有這些 有一套電影叫做《杜汶澤》的《飛虎出征》 我們都已經很舊了 很舊的電影區,是《杜汶澤》的陳小春 還有一個《光蜜光》的 有陳小春嗎?有陳小春嗎?有陳小春嗎?有 還有那個叫周海光 我忘了有陳小春 有陳小春嗎?好像沒有陳小春 有呢?有 沒有,好像沒有,《大丈夫》也有陳小春 好像沒有,真的好像沒有 他在香港坐大飛去澳門嗎? 在澳門坐大飛回來的 澳門也要坐大飛 香港是有的 有些議員之前不是說洗頭艇嗎? 因為香港一向都有這些事情 這些不合法的事情一向都有 明明可以合法去,一定要走一個非法的通道 是的 Cokemi說是中國籍,即是內地人 當然現實就是有一部份的女士 現在她在香港沒有生意做的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 有些人都是奉從大馬Sir的定律 就是狗硬沒有親戚 S7硬硬就沒有朋友 所以有些人都是有生意 有些人沒有生意的就上去了 她上去已經有人接了客人 根據我們的線報 在內地收回來的風 就說有幾個根本就在不同的酒店那裡游轉 其實是這樣的 那沒辦法的 S7也說東涌也有 是在東涌上岸的 很多時候在東涌上岸 其實不是全部都會在東涌上岸的 有些是在別的地方上岸 你看看你從哪裡來的 但是 因為其實水警是否可以捉得了 其實現實就是不是的 Toracev說國內公安機關已經證實了一群人來香港打黑工 有一部份是 有一部份是做性工作 現在知道的訊息就是這樣的 K1873夫 社長 可不可以預測人民幣今後的走勢呢? 你住香港 其實一定要有些人民幣存款的 我講過 存款一點 要有一個人民幣戶口 你也要的 其實 S Lee就說村內有放船 還有 龍眼妹就說柴灣有碼頭 為什麼不在柴灣上岸 是不是那些車錢 因為有人捉了柴灣碼頭 不可以在一般正常碼頭上岸 Kokimi就說那兩個 到處去遊民店 我不知道 去酒店有幾個 現在的訊息就是這樣說 空威斯就說如果他真的想幫助人打針 不如叫私家醫生週末 週日加班 你覺得香港的醫生會不會聽你這麼說呢? 我也想問一下 這個不是這麼簡單 香港的MHK就有龍古灘、龍蝦灣、黃石碼頭、東涌 樓浮山都是熱點 其實 在西貢那邊他不是很多時候在黃石碼頭上岸的 不過我不要爆別人的東西 別人是賺錢的 有別人的方法 無論如何 Anyway 好了 好了 輝日熱浪薯片就說余文樂 杜汶澤、周海光和曾國祥 是的 這個飛虎出征 台洋是說錯了 台洋記錯了 他記錯了 大丈夫 他記錯了那兩齣電影 其實那兩齣電影都是相似的 都是相似的 都是做些壞事了 都是做些壞事 龍眼妹就說 總之我的快艇已經藏起來了 免得被人偷 是現在有人偷的 好好好 藏起來了一點 安全一點 安全很多 那 新聞 大家應該都聽過了 有人回去 認到 在內地疫情有擴散 有些消息傳了出來 我也不能夠確實 我現在說了一點 有些人在這裏傳的 就是說中山已經都有了 之後確實了我們再說 但是 內地的消息公佈到 其實已經去到廣州、深圳、佛山 東莞、惠州、湖南省和福建省都有 那些偷渡人員裏面 有兩個在湖南 驗出了陽性 有兩個在廣州驗出了陽性 有些人是去那個名店的 但是她去了很多不同的酒店 你要記住 那幾個女人 所以現在有些人懷疑 那幾個女人就是 在香港做的 應該是香港的酒店妹來的 做完又回到內地 又做酒店妹 沒有辦法的 一定有的 社會一定有的陰暗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社會一定有的不好的東西 政府做事一定有的陰暗 大家換位思考一下 你就知道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很多人不懂得換位思考 你在香港看到 總之政府有什麼陰暗先罵 你試試有陰暗別人立刻罵你 看看你怎麼樣 好嗎 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是很不開心 看到香港變成這樣 那些人好像沒有了換位思考的能力 很極端 完全沒有換位思考的能力 廣州那裡當然有記者會 廣州的記者會 沒有說到在哪裡入境 其實也很避免 沒有說明 沒有說明 最初沒有說明 全部都自己爆發了 然後才公開他在香港入境 還有湖南那裡也避免了 他坐船上了內地 然後自己開車 其實有些是湖南籍的人 不是香港居民 那些人正在調查 為什麼 其實有些人根本 我自己理解到的東西 有很多做偏門的人 都是坐這些艇的 其實就 蕭特詹就說 幸好廣州一天之內 重點地方的人群核酸檢測報告 都是陰性 是幸運 是幸運很多 龍眼妹她有說 一些東西 她就說現在沒有夜市 不需要那麼多人 他們有思念故鄉 不想隔離 所以偷渡回去 我猜 其實有部分的人 生意是難做了很多 其實是否完全影響不到大馬sir的定律 其實不是的 因為 你惹了新冠之後 會被人問你在哪裡惹到回來的 是有危險的 所以有些人是不敢去的 因為有些人 會去 偷跳 但是偷跳也要偷跳得安全的 他不可以 染了疫 跟著讓他老婆知道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沒有辦法的 Leary就說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很難做 Yanny Leung 就說那些雖然最厲害 歡喜嫌人 很多都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Jennifer Wong Thomas 真的是世界輪流轉 一部分是世界輪流轉 但是 其實從來都是有這些 非法人口的流動 因為香港和內地是有 一個邊境 你沒辦法的 一旦有邊境的話 就一定有人 會做這些壞事 其實是現實來的 除非 除非那個技術困難 很高 澳紐之間 就很少這些 非法入境 為什麼呢 因為隔個海 你在海裡 要坐 起碼要坐一個星期選 這些就不會出現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坐一個星期就糟糕了 但是 其實如果坐大飛 由香港到澳門 其實是一個多小時而已 如果你去到廣州的話 其實也不是很遠距離 坐大飛的話也很快 所以這些是近距離的地方 嚴格來說 大灣區 根本上 你從一個點去到另一個點 是很近的事 很近的 沒錯 是啊 現在當然是有些交通 有些阻滯 但是 我相信疫情搞定之後 一通關 其實整個經濟都會活起來 所以剛才回應那個 那個網友的問題 其實人民幣我是看好的 其實 現在看到的一件事 只要香港做了動態清零的話 你看看對特區政府有多少信心 如果清零可以通到關就有很多 Ginnie Chan就說要守望相助 這個必須 蕭特張就說香港機場坐船到南沙 確實是很快的錯覺 其實以前 很多人都是坐船去東莞那些 坐船去太平樂船 以前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前 其實多一些老人家 老人家很多人不能坐車的 他們就要坐船 我們陪老人家上內地都是坐船的 很多時候 因為坐車會暈的 會暈浪的 坐船就不會的 很有趣 人就是 有不同的習慣 年紀 是啊 我坐船就容易暈的 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坐慣車的人坐船就容易暈的 他們坐慣車的人坐車就容易暈的 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真是麻煩 Toracef 說當年很多人用大飛來回港澳 上到澳門倒兩下就坐大飛 因為有些人不可以去澳門 其實有些人不是澳門不讓他入境 而是因為香港在做一些工作 他不可以讓人知道他去澳門 所以為什麼我提到那一齣戲出來呢 就是因為那一齣戲說的東西 其實是有些真的 不是全部都是真的 當然 我不是說 他們去嫖的細節是真的 我只能夠說一下 但是他們有些事情是真的會這樣做的 其實就是 好了 講完這個 還有 Toracef 他說 寧丁島的洗頭艇是辭名的 洗頭艇這件事之前我們都說過 坐洗頭艇去哪裏 這些 笑了很久 有些議員說出來 我們說是沒有所謂 但是有些議員說其實不是那麼好 Toracef 說 彭奧祥說 飛虎春星是真人真事改編 我自己也聽過這些故事 但是我也不能確認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裡面有些東西是真的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的 我只能夠這麼說 好了 為什麼這一節是傳媒監察力呢? 就是要講孔棍的報導 孔棍的報導很厲害 他就說 原想打擊偷渡 組織民兵和漁船倒截 這個真是好東西 他說 因應 有人在香港偷渡回內地確診 珠海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發佈指示 打擊偷渡組織民兵漁船倒截 並且 袁雄掌勵 捉一隻船有10萬人民幣 根據 幫友Silter Giang的提供 這麼棒啊? 10萬人民幣 其實就沒有 其實就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就有獎勵 是真的 但是就沒有組織民兵 也沒有派漁船倒截 沒有說 為什麼要派漁船倒截 那個偷渡已經到了 你還派漁船出海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漁船 這個好笑 這個就是 根據 蕭特 Giang我們的網友 他就在廣州日報拿回資料給我們看 孔棍有很多東西都是 這是不可靠的 為什麼呢? 他在關鍵點上加鹽加醋 加鹽加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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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真的就是 舉報運送組織他人 偷越國境邊境犯罪線索的 每手獲一手或者一兩偷渡交通工具 獎勵10萬元 這個是真的 每茶獲一個組織者 俗稱蛇頭 獎勵3萬元 每茶獲一名偷渡者 獎勵1萬元 接著 舉報走私違法犯罪活動 被認定違法犯罪的 給予最高5萬元的獎金 這個就是那個獎勵 但是從來都沒有說過 組織民兵和漁船倒截 這個是加鹽加醋 收圈梁就說新聞報有 這個是 孔棍的新聞報有 但是 現在根據蕭特爭的說法 這個是加鹽加醋 他們 加馬亂吹 習慣了手勢 吹大一點 他是特意吹大的 Eric5892就說大飛過澳門30分鐘到 厲害 如果那輛大飛這麼厲害 30分鐘就很快 是勁船來的 是勁船來的 6個摩托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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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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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 孔棍其實是很離譜的 其實就是 就是 朱凱 其實呢 就真的發佈了 舉報獎勵公告的 那 都是發動一些群眾發現 可疑情況要及時上報的 其實這個重掌公告也是 擺了一個姿態出來 說給那些想幫偷渡 賺食的人 就看 那 整幾個字就寫著 發動民兵漁船堵塞是什麼心態 是不是 不知道 蕭特爭就問 這些是唯恐天下不亂 是不是加多幾把火 順便 就抹黑一下大陸 是不是這樣 就這樣 就是孔棍就是這麼可恨的 這份 Mimi Lady就說 相信內地公安追捷大飛比香港水警更厲害 那 又不會的 我覺得 香港警察也做得很好的 其實是兩邊都要合作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我自己就不會說 特區的警察做得差的 可以了 那 Colang就說 飛長船也有一個 飛長船其實會比大飛 其實就是這樣